今年是我们房车旅行的第四年 也是裸婚的第四年 我准备在海南的大海边给他补一个求婚 2019年我们在老家举行了婚礼 没有钻戒也没有买房 婚后便开始了我们说走就走着旅行 今天是我们结婚四周年的纪念日 相爱四年我们一起经历了山海 有欢笑也有泪水 有太多的人间值得也有太多的不容易 四年的时间我们走过了全国大部分的地方 这个房车就是我们的家 经常会有人问他 会不会感觉到漂无定乎 没有安全感 但是他的回答永远是 完全不会啊 因为有你在的地方 有爱在的地方就是家 他一直都很喜欢大海 他曾说过 大海不仅代表着感情中的宽容和理解 还代表着海不是爱永不变身的爱 我一直记在心底 所以此刻我把他带到海边 决定给他一个成目 我偷偷去了第二 定制了一枚吃来了四年的求婚房间 将我们的结婚证和障碍协议绑定在在一起 证明第二段階 一生只能成为一个人 必须是一生唯一的致癌 领证绝对不是爱情的重点 这没段階 什么时候算都不过 媳妇 咱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 买不起段階 也买不起房子 但是你依然坚定不移的选择了我 感谢你给我带来的所有美好 你说喜欢干报警 我愿陪你走遍全世界 不管是现在 以后还是更远的将来 你都是我眼中唯一三眼八光的存在 证明第二 是我对你永远的承诺 以后我都想继续跟你共浮山海 如果我再问你一遍 你还愿意嫁给我吗 把这没第二段階 带在他的手上 也是我一生只爱一人的承诺 更是对我们爱情坚定的态度的态度 不是所有人都敢送第二 但是因为他我愿意一对被永远的意义